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霸王 霸王怎么样 已经有人说是被硬上功了 有人说柯文哲是在装可怜 不论如何 柯文哲看起来是有点风度 致辞之后下来 有主动的跟郭台铭打招呼 短短20秒 怎么long time no see 拜拜就走了 看起来短时间很难碰到面 虽然这个碰面之后 隔天郭台铭的脸书 有特别强调说 这个柯文哲防疫计程车的措施 是他蛮欣赏的 希望有机会再来喝一杯奶茶 但是已经讲了 即使被紧迫盯人很不舒服 民众党的陈志涵说的 最近又被发现说 郭台铭的这个IG 居然只follow一个人 只追踪一个人 那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知道之后 瞪大眼睛说 蛤 只有我吗 下一题 好 那真的是紧迫盯人 看起来这个郭台铭非追到他不可吗 但现在已经有消息指出了 吴子佳自己说 郭台铭打电话给他 这个讨论参选的下一步 吴子佳第一个告诉他就说 计程车这场会变 你千万就不要主动跟柯文哲握手 但是手握了 他说第二个 你不要寄希望于柯文哲 因为他现在已经转然要跟国民党合作了 如果说柯文哲开始跟国民党合作 会合作出什么样的一朵花 难道以民调来决胜负的话 难道国民党这个大骆驼 会变成副手的一个搭档吗 这当中当然有蛮多悬疑的 另一方面 国民党跟郭台铭 看起来是面临一个非常紧张的边缘 因为侯友宜主动打电话给郭台铭 两个人在郭台铭的豪宅里面有碰面 台湾之后呢 居然隔个两天 郭台铭就宣布参选了 这说侯友宜真的是很难看见 所以说这看起来合不了 但是呢 今天又有一个录音档曝光 郭台铭真的有办法 在这样总统级的选战 高度严苛的检验之下 这个好好的通过这场选举吗 侯市长现在深圳体会到了 市长等级的选举 跟总统等级的选举 是截然不同的 民调掉了这么多 郭台铭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今天好好地来分析 先来介绍一下来宾 首先就是台湾知库的 租资长王一川 大家好 资认系教授范思平老师 会名好 大家好 来介绍是民进党立法委员赖瑞龙 会名好 大家好 来介绍是知识媒体王施琦 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是国民党的 本市议员张维园 大家好 再来介绍的是知识媒体王康阳俊 大家好 好 同时一开始 我们带您来看看 郭台铭现在决定要用 这个强碰强 强怕强 强怕不天亮 宣布参选 大家平等地坐在谈判桌上 这三个人有没有机会 坐在同一张桌子呢 现在传输到两两来谈判 有可能吗 来看VCR 就是这番话让郭台铭不满 不仅30号近半深夜 紧急发声明 郭台铭跟连胜文 根本没见过 发言人黄世修再三重庆 近一个月 郭台铭从来没有跟连胜文联系过 郭首正有跟胜文哥联系 但仅止于通讯软题 约个见面 根本没有谈到什么 什么侯下锅上 国办发声明后 连胜文也澄清 若解读错误 愿意承担误解之责 希望在不设任何前提下 共谋未来 但不只郭联会闹乌龙 827郭侯会同样有出入 侯友余直言 时间不对 那有没有见面呢 就破冰寒暄啊 就在大家大厅 对他出大厅 解误是8月27号 侯市长说不是27号 那就不是了 对于侯市长竟然来拜访 没有见到郭董 这件事情其实郭董 后来也觉得不好意思 完全没有提到政治的内容 我说那前面 知不知道你要参选 然后他马上跟我讲 他说我跟那个 侯友宜 我不知道他是讲 见过也是联系过 但是我肯定 我不会脑筋坏了 曝光日期的两岸学者赵春山很无奈 而郭台铭宣布参选后 不仅主动爆料郭侯会面 29号郭柯同场也被认为在蹭柯文哲 郭台铭的积极度让蓝白很有感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得出那个抚凿的痕迹嘛 两边要会谈或者要谈的这个场合 这根本不是嘛 比白说有点霸王硬三公 谢谢大家 根据最新民调 郭台铭则从宣布前百分之十点五 调到百分之九点七 随着联署登记逼近 郭台铭时间有限 但竟破冰蓝白阵营 就怕非力整合 更容易破局 看起来郭台铭跟国民党之间互信基础是零 完全彼此没有信任彼此 所以传出来侯友宜呢 其实郭台铭在参战之前是有密会侯友宜的 他坦白了 这个没有跟侯友宜讲说他决定要参选了 那到底有没有谁说大哥拜托让我先做四年呢 到底讲什么内容 郭台铭在那边说没有讲这种事情 没有谁政没谁负都没有 没有大哥四年这种事情都没有 那到底讲什么 因为侯友宜的意思是说 你跟大家说这密会不要跟大家说的嘛 你自己再先说出来 你跟赵春山讲嘛 赵春山就跟媒体讲了嘛 那讲了到底是什么 搞到现在大家谁都不相信谁嘛 很怕都被黑掉阴了对不对 所以现在蓝白都担心说 如果再联系郭台铭会不会有受伤呢 毕竟跟郭台铭交往的交手经验来看 可能会面之后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论述 恐怕对总统大选选情都是伤害 所以现在国民党跟侯赢都不建议再跟国见面了 甚至传出民众党内也是类似的看法 然后呢国民党说如今就等他自爆 爆什么哈边走边看 所以说看起来国民党跟郭台铭是不是要渐行渐远了呢 今天有台独家新闻怎么写 他说确实郭董参选前夕 侯友宜是有跟他喝咖啡 为大局而谈的 这个亲自联系了 说要亲自拜访 那么这个过程保密到家 只有金普聪知情 侯友宜说我们为了大局都可以谈 这表示侯友宜不是说一定自己要当老大 都可以谈 那么但是郭台铭觉得说 自己被国民党骗过几次 所以呢对侯的讲法 听听爱态度保留 26号晚上谈完之后呢 郭台铭就说侯友宜搞不好来缓兵之计而已 目的是拖延他宣布参选的时间 所以他也没有告诉他说 28号就要正式宣布参选 所以这个咖啡 川哥啊 这咖啡喝的是做什么 大家都在那边叠对叠嘛 他这就有声说 阿蜜 我跟你说 你不要跟别人说 好的 如果你跟别人说 我就不跟你说 然后讲完之后 我们两个都去外面说 侯友宜没有讲啦 有记眠的 有记眠的 说什么都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連不记眠的 連不记眠的 連勝文 連不记眠的 他就发作说整个头 都去说什么 那见了面的又看当作没看到 刚刚柯文哲叫郭台铭好像见了面 然后好像又互相没看到 这要合什么 合个鬼啦 不可能合了啦 现在大家叠对叠 因为现在郭台铭是什么 郭台铭现在是叫做鬼见仇 郭台铭来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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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手机都把郭台铭封锁 IG只有追踪一个人 有点恐怖的 那就是事情 一生只爱你一人 好 他今天去把郭台铭去把柯文哲 洗面的那个 起零车那个顶 冲了 恐怖情人恐怖就恐怖 在这里 刚上海之后 继续在脸书示爱 嗯 说的柯文哲 哦 继承车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那去捱到的 冬都冬不走 你知道吗 就现在郭台铭已经变成这样子 好 那这三个人 侯郭柯这三个人 互为情敌 互相伤害 互相爱你知道吗 侯友宜就贏私要去找这个郭台铭 啊 郭台铭贏私要去找柯文哲 柯文哲还要去找侯友宜 不 柯文哲是要去找朱立伦 就这样 这样朱立伦 虎友宜都没人 对 变一个断点 两个人 今天土条哥有说嘛 土条哥今天接受访问嘛 接受广播访问嘛 他说郭台铭给我的任务就是 我就负责主流大联盟 主流民意大联盟的什么发言人 我的任务就是负责把他们三个 整合出最强的候选人 嗯 那就问他说 如果最强的不是郭台铭 最强不是郭台铭 到时候再说 但是郭台铭一定会是最强的 嗯 我都给你说就好了 你付这整合 整合后后 我告诉你 五月是不是要整合一个点 他不是的疫苗 你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有没有 对 现在还要整合啊嘛 他不是最强的 你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现在全台湾 继续拖 最有整合能力的就是防土条 一个月而已四十五万 有 有 在座有人一个月而已四十五万 这四十五万是怎么出的啦 四十五万 大家做四十五万的工作 你如果要四点五万 这四点五万的 你同样四十五万 你要付这整合 嗯 它是怎样 它类似 土条哥自己做核冠 开交警做核冠你知道吗 都要本败的 嗯 然后郭台铭做好了 然后叫柯文哲 叫好友他坐下去 規則都土条哥在决定的 然后土条哥负责发牌 嗯 发完之后发现 郭台铭手上拿这个黑桃的 这个铜花顺 他那两个都空的 参加了这场赌局 所以那两个不会去听 土条哥的话 那土条哥今天就讲说 哎 我们随时可以把那个 连署的这个单子送进去哦 我们也可以不送哦 嗯 哦 如果没有整合完成的话 郭台铭不会选哦 嗯 但是我跟你讲 我们一定会整合成功 那郭台铭呢 一定会是最强的 嗯 其实他今天在公管播 我其实都听不懂 反正他的意思是说 现在大家都要听他的 嗯 所以现在郭友宜的政理 也想说 不然来接触一下土条哥 柯文哲也说 不然接触一下土条哥 因为现在全部都土条哥在笑 嗯 大的都是他 这有可能吗 现在这种局势 看起来我跟你讲 现在只要柯文哲出现 郭台铭就会去队 侯友宜出现 郭台铭去队 所以接下来 你要注意看 我instagram就follow你而已 开玩笑 你无所顿情 柯文哲的行程一定保密到家 柯文哲接下来的公开行程 一定越来越少 哎呦 因为郭台铭 有时候 不想让他扑过来 有时候从股膜握出来 像那天范老师说的 那天去旁边 有没有 明明就都说了 郭台铭人没关系 就侯友宜出现 郭台铭 但是左边来右边 一间密室 密室 我老师说他密室便室 有可能是管主委的办公室 主委办公室 比较气氛 郭台铭出來 两个大丁起码炮 嗯 现在郭台铭 反正郭台铭吃肉饮饮饮 随时都会出现 欸 招起床本来是 看就是坤文哲的组长呢 游泳铭找到了 他够一处长啊 这种的固定 你怎么叫做搁搁徒 搁搁徒 阿搁搁徒 恐怖情人 那用根稍法处理 现在手機的又鬼剑草 现在大家看著郭台铭 各阵营都很害怕 所以你估计是喝不了咖啡的 不可能啦 大家走那好像波 Math 不可能啦 有多远走多远 就是兩個人兩個人講好 然後說的比比好上都知道 三組都是兩兩談完之後 最後三個人坐在一起的時候 每個人心裡都想說他要弄我 因為他有跟我說B要弄我 B有跟我說C要弄我 然後三個都要互相猜拒絕 那是什麼 賴委員民進黨 其實都一直有一個準備 就是說我們絕對要做好的 一個應戰的準備 就是說非綠會整合成只剩一組 對 好我們一定要做這樣的一個準備 絕對不是讓別人所有的躺著選 就算現在民調領先很多 賴清德副總統好像一天 還是十幾個行程在跑嘛 那我們再來看 到底有沒有可能真的變成民進黨 所準備的一組出來選 黃世修他講了 郭台銘怎麼 也不能說他違背諾言 因為侯友宜民調這麼弱 朱立倫比如說三跌斷整合 等來等去都沒有人整合 侯友宜民調那麼弱 他看不下去心急了 所以決定出來參選 然後這個 我們剛剛不是說他整個時間點嗎 五月的時候說給他 再一個月的時間到六月 六月的時候現在說什麼 我現在已經坐上排桌了 我11月2號以前都能談 而且這個咖啡 如果三個人難約的話 我們先兩兩會面 這是土條公耶 兩兩會面 11月2號以前都可以談 趙少康聽了抓公了 什麼侯友民調差 你才決定出來選 你道國為英嘛 你分光了他的票 你一直要選 分了一大堆票 那侯友宜的民調起不來嘛 來委員你怎麼看 我先講一下 賴清德其實當然 他是有危機意識的 因為畢竟現在民調 其實如果超過四成以上 當然稍微才可以比較緊 所以現在幾乎多數都在 35到38之間 所以只要其他的包括侯友宜跟郭台銘跟柯文哲整合的話 那事實上都是具有威脅 所以賴清德其實是很拚的 因為他知道這個壓力其實很重 這個隨時要很謹慎 稍微不注意 隨時都可能翻牌 而且這場選舉 幕後真正的對手 實在是中國 中國才是關係 所以要把票拉上來 我也曾經講過 就是說最後都不要看現在台面上所有這些 到最後如果中國強力來出手的時候 那會不會變成實際上變成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沒有任何的閃失的空間 更何況是這個國會的部分 一旦國會沒辦法來過半的時候 那如果假設三黨都不夠半 那關鍵第三黨就會扮演很關鍵的角色 所以我說這裡面其實 絕對沒有所謂躺著選這樣的空間 那再來我講到這三位 三位候選人的部分 其實三位的問題就出在於 每個都想當老大 侯友宜認為我是國民黨候選人 我怎麼有讓的空間 我這麼多縣市長這麼多立委 我怎麼可能讓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柯文哲現在是第二名 僅次於賴清德 你叫一個第二名讓給你們第三名 第四名有道理嗎 好無道理 更何況我還要拼我的民眾黨的席次 我有機會拿到八席十席的國會議員 我有機會成為國會最關鍵的少數 影響整個政局的少數 你要叫我讓 你要拿什麼來跟我談 那郭台銘是他一輩子 當了企業家當了大老闆 什麼都不缺 就只沒當過總統而已 你要他去當副總統 我幹嘛 我要選 當然去選總統 我怎麼會選副總統 所以他這三個人基本上都是不會讓 在不會讓的狀況下的時候 你怎麼跟人家談 你去談的時候就是要說 我當大哥 你當二哥三哥 那誰要 所以說你要人家讓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三個要喝咖啡要談 難度很高 那接下來處理就是 大家各自都有心機 基本上就是 侯友宜也不願去得罪 因為侯友宜也希望 未來郭台銘柯文哲幫他 他也不會去得罪 那同樣的柯文哲也希望 郭台銘未來有機會來幫他 這麼多的資源 這麼大的企業老闆來幫他 所以他也不會去得罪他 所以郭台銘現在努力往前衝 他全部往前衝 所以就是稍微其他的 稍微閃他一下 所以才會發生 這種計程車的這種工會的 看起來應該是柯文哲的主場 結果 郭台銘氣勢很強盛 在上面足足他等了半個小時 然後他這個柯文哲上面 講話的時候 他也不看他坐在下面 直接面對這個 仇渴面對他 他都不看他 對 一般我們禮貌上會稍微看一下 表示對他的尊重 聽他講什麼嘛 也不看他 然後甚至於他講話的時候 還跟人家打招呼 人家拍手 這個合照等等 就看得出來 他真的並沒有很尊重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也只能吞下來 因為這個時間點 你有求於郭台銘 因為他們現在 我相信侯友宜跟柯文哲 想的是 郭台銘一開始 你的氣勢這樣 但是如果你聲勢 慢慢往下走 民調你現在老四嘛 因為往下走的話 我認為不容易啦 他要往上走不容易 因為如果國民黨是晚真的 一壓緊的話 國民黨一壓緊的話 所有的壓緊的話 他並不容易 因為現在剛出來 有一些媒體的聲量 可是選戰是走長期的 如果你沒有你的基層的組織 那現在看來那些 所有的地方派系 是因為國民黨 還沒有強力的壓下去 如果國民黨強力的黨紀 處理下去的話 或強力的去跟所有的 每個地方派系 強力去講的時候 還有多少人敢名著造反 所以我認為 郭台銘後面的局勢 未來越艱困 慈禧 所以現在要跟郭台銘 講話要小心 最好都要錄音錄影 這個連勝文他昨天講 因為國民黨現在 開始要兼蔽親眼 既然你已經宣布要選總統 那大家也不要客氣了對不對 連勝文說 曾經談了這個郭上喉下 因為沒有任何彈性 所以交流失敗 他是受朱立倫之託 意思就是說朱立倫也不是不整合 他夾朱立倫之命 要來交流 說這樣 結果郭伴馬上罵他 沒有 郭台銘郭首正過去一個月 都沒有跟連勝文見面 那這個連勝文馬上說 這個 如果我解讀錯誤的話 我要負擔誤解之責 所以意思就是說 郭台銘現在也沒有一定要 郭上喉下 是這個意思嗎 也看不出一個所以然 國民黨要下達軍令了 黨紀沒有模糊的空間 但是 喝喝咖啡的話 我會讓你解釋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你現在看這些每天的這個 郭 喉 柯三個陣營 感覺上他們好像互相在那邊 各自放話 然後呢 每一個人 每一個陣營的話都對不上 所以現在看起來 各自的調性都不太一樣 而且白銀看起來很生氣 你這樣緊迫盯人實在很可怕 等等的 但是我覺得 到最後還是會合 你覺得會合 我覺得郭台銘沒有什麼好失去的 我民調最後怎樣 我民調最後怎樣 我只要參選下去 你們大家都跟我一樣 命運相同 好強的一個邏輯喔 對不對 你聽我十八太少對不對 我一孫你也是十多八而已 不是這樣 結局一樣 我們大家都不會上 所以 非談不可 對你們必須跟我談 我就算民調低 可是如果你們擁有了我郭台銘 你們可能可以擁有更多 那所以對郭台銘來說 郭台銘在商界的談判是這樣 就是說我現在手中只有十塊錢 可是我喊要喊到一百塊錢 你們嫌貴是不是 到最後逼得你走投無路的時候怎麼辦 那不然 我們到最後五十塊成交 對郭台銘來說有沒有賺 我賺四十塊 他在商界就是這樣搞的 所以他現在在政治圈也這樣搞 好那我說他們有可能會合 他可能會跟柯文哲合 儘管現在柯文哲 覺得你緊迫盯人很煩很恐怖 而且現在其實是有跟騷法 如果白銘跑去找一下跟騷法 你就不能只追蹤我一人 好言歸正認就是說 對於柯文哲來說 我認為是利大於弊 為什麼 你說兩個合作的話 對 因為柯文 如果四卡都的話 柯文哲的民調就會下來 可是如果他答應讓大哥做一些 我跟你合我拿副總統 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對我整個民眾黨是有利的 而且他 郭台銘會幫我民眾黨衝不分區 而且兩個人 搭檔之後 我們很有機會 可能可以 把侯友宜給氣保的很低 那為什麼不早點合 早點合才有辦法累積這個氣保的效應 我覺得 沒有沒有氣保要到最後 氣保要到最後 就是他必須要有一個 拉鋸的過程 你追我 我不要那麼快給你上鍋 我們到最後有一種戲劇化的效果 合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衝擊力道會最大 好回到說這個郭柯 所以現在要先讓支持者失望 失望到後來到谷底的時候呢 希望來了 哇整個大翻轉 氣勢馬上壓過去 還有這個戲碼 我覺得他有可能會氣保喉到一定的程度 然後郭柯兩個人合起來的話 對柯文哲來說 他的好處是 我會有這個總統選舉補助款 一票30塊 我會有政黨選舉補助款 一票50塊 這些東西郭台銘不會跟我囊 所以都是進入我囊中 這件事情是實實在在的利益 我口袋接下來就賣客賣客 第三個好處是 如果我們真的合起來 並且氣保了猴 我們說不定有機會 可以挑戰賴清德 我封到了一個副總統 我每天跟佩琪 兩個人手牽手上班 兼別情深 就是這三大好處 對柯文哲來說 儘管白銀現在腳踩得很硬 好像這個話講得很死 很怎樣 可是因為這就是一個 藝人政黨 如果到最後柯文哲覺得 對喔 利益不錯 有30塊的 有50塊的 然後你不會跟我搶錢 而且你可以幫我的部分區 去衝這個席次的時候 那我何必 反正你大哥做四年 下一個四年是我的 我還可以有八年 所以我一個副總統四年 我哪有可能做完四年 兩個總統八年 第二個四年啊 我哪有可能只做四年 我不知道 反正總之我覺得現在跟郭柯 郭柯和 對柯文哲來說是利大於弊 來老師 這種被騙也不是沒有啦 林洋港都被騙 是啊 除非白紙黑字 就算白紙黑字 拿去公證 真的有用嗎 那你要到時候 這個柯文哲要告郭台銘 你不是說直做一任的 回約怎麼樣 不可能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證據 可能沒有那麼簡單 而且你看前天在那個 計程車的工會的普渡上 柯文哲正眼不願意看郭台銘一眼 我覺得那是一種非常的 我是一種厭惡啦 我最討厭你嘛 因為剛才易傳講嘛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被突襲了嘛 上一次當然 我覺得郭台銘他的習慣是如此喔 五月時候剛講的板橋的慈惠工 一樣啊 當時他們要進行這個騎架一次 郭台銘六點就到 因為他是板橋人 他就先去上鄉 上鄉之後人不見了 大家以為他走了 原來他等誰 他在等這個侯友宜嘛 侯友宜是七點才來 結果侯友宜被他突襲得很不舒服 侯友宜是要來點那個騎馬炮 那個時候侯友宜的聲望很高啊 所以郭台銘他是怎樣 他在看對象 你聲望高 我就在那邊等你 然後來個從背後突襲出來 然後跟這個侯友宜兩人合影 那我必須要講嘛 這一次 他一樣同樣的方法嘛 只是他找到嘛 所以對郭台銘來講 他為了政治目的 他找到晚退 都非常的自在 他為什麼要找到 你本來的時間就是八點 本來七點時間就是柯文哲 結果你怎麼樣 你宣兵奪主 跑去去就算了 還去佔組位 佔組位 你說因為我有事情啊 這個市長抱歉 讓我先講個十五分鐘 你再講 那還情有可言 我要敢下一團嗎 沒有 他從七點一直做到九點鐘 活動結束 逐桌敬酒 他是刻意的故意的 我就是比你柯文哲先宅 然後我要掌握全場 然後這個場子就是我的了 所以我覺得喔 郭台銘在那個計程車司機的場子 那麼熱 那麼受歡迎 接下來可能他們那個工會 可以弄個什麼 行車安全御手 保保這個安全服 下面就是郭台銘的照片 然後可以綁上那個駕駛的那個什麼 後照鏡的下面 很多都擺那個 然後郭台銘的照片的眼睛是 四向前方 你看我們郭台銘的眼神 胸胸有神 他幫我們的司機大哥看路 行車一定安全 那個就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行銷手段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他在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因為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說 國民黨現在都說要祭出黨紀 問題是高雄那個 什麼曹環榮啊 黃柏黎那個五個司議員的照片 那個大的看板 有沒有拿下來 我不曉得 聽說後來被那個 被廠商要求拿下來 對不對 廠商要求的喔 就廠商坐上去 後來找不到是誰管 所以說要求廠商 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所以拿下來了 一定要派人家去調監視器 那個海報誰掛的 對不對 如果是國民黨支持者掛的 要找出誰 元凶 嚴重的黨紀處分 如果是郭台銘找人 如果是郭台銘 這個很懸疑啦 因為看板 基本上要租要掛都是錢 沒有人會去做這種事情 一定有人出錢 廠商說就是郭銘的 這個人去跟他們接洽的 對啊 這個地方里長有講 這個就是郭銘主動說要掛的 對所以 那郭銘不抗議嗎 錢都花下去了 現在默默被 他有在care這些小錢 所以出力了 那曹環蓉 你們這些人 應該跟郭董要肖像權 我的照片平白被你用 對不對 你郭董那麼有錢 對不對 每年的鼓勵二十二億拿 哪一點出來分嘛 國民黨的黨紀 只要一說出來 就是有一個模糊空間 就是說 現在我們要尖閉親友 他已經講參選了 他如果不講 我還繼續讓你們遊走 現在就是不行 黨紀要嚴格處理 但是 喝咖啡沒關係 維遠 這有什麼得力啦 呃 我先講一下 我剛剛看到郭壇銘跟柯文哲那畫面 我心中很想跟郭壇銘說 郭總你真的不必這樣子喔 我覺得柯文哲不值得你去做這個事情 他在那邊等柯文哲 然後柯文哲 剛剛有畫面 是柯文哲轉頭要走 郭壇銘一直手拍他拍他 柯文哲不理他 然後隔天民眾黨的人說什麼 你要是柯文哲你會理他嗎 欸我在那邊看到你們搶了我的場子 我還在那邊罰站那數分鐘 沒有啦那個計程車公會 怒火中燒嘛 台北市計程車公會 其實不會是專屬柯文哲的場子 因為那其實大部分政治人物都會參加啦 那而且這個政治人物很常會遇到 有人來跟我搶場子 搶場子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喔 那隔天民眾黨的這個 呃立委還說欸 郭壇銘你霸王硬上公 郭董你你過為鴻海這個過去啦 你說現在已經起一個鴻海富士康的這樣子一個執行長 一個這個老闆 然後你因為政治現在你看起來 好像一下要求柯文哲 那一下好像又要求侯友誼 我覺得真的不值得喔 那但是回到這個過程來講 所以你在勸退是不是 喔不是勸退喔 老實講我我我看的也是有點心疼 我是真心的心疼喔 但我也必須說好這個 郭壇銘喔 郭壺和郭壇銘 這個聽我一言喔 我覺得現在 郭台銘過去叫關鍵的少數喔 既然這關鍵的少數 這個力量已經漸漸的消失他的 失去他的一個重要性 怎麼講喔 以今天美麗島最新的民調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 賴清德36% 柯文哲 柯文哲 19.1 侯友誼 18.3 郭台銘呢 兩位數不到了 今天最新民調是9.7 好你說9.7 是不是關鍵的少數 站在國民黨跟侯友誼立場 我們還是希望 不管郭壺銘幾% 我們都希望你回來 都希望你跟我們站同一陣線 但我們按照數字把它加回去 柯文的19.1 加郭台銘9.7 加起來28.8 還是輸賴清德36% 就是賴清德36% 還是輸他 嗯 侯友一樣加回去也還28% 換句話說 今天不管是侯友誼或柯文哲 跟郭台銘整合 單方面的去整合 還是贏不了內心的 那這樣子 郭台銘的重要性 他就會失去 因為我知道我跟你整合之後 我還是贏不了啊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氛圍 突然出現一個很奇怪的氛圍 就是 不管是國民黨還是侯友誼 還有跟柯文哲之間 開始有那個對話的默契在 氣息在什麼 幕僚作業都開始了 現在反而大家去期待的是 藍白要合作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這兩個加起來 我們纏了移民進黨啊 所以這也導致說 為什麼 郭台銘他一宣布參選之後 他身是沒有往上 通常參選之後 你身是一定往上飆 他是一直往下 重點在於說 因為我們藍營 不管政治人物小金門 歸位了 因為不能站台的 黨紀就很明確講說 其他非國民黨的總統的參選人 我們是不能跟他合體的 然後再來就是地方派系們 過去看起來跟郭台銘 站在一起這些所謂議長們 你在郭台銘那天的那個宣布 參選記者會上 沒有站在一起 邏輯上應該站旁邊吧 所以他還是會怕國民黨 是不是 還在乎國民黨 沒有我覺得我覺得 對我當然覺得地方的 不管是這地方派系 議長們他們心中 還是有國民黨的 那當然老實講 我相信他們很看得清楚 整個格局跟整個局勢在哪裡 所以最後還是要跟郭台銘講 現在是整個局勢對你的不利 那你該怎麼去做選擇 該怎麼去進行 我覺得以國民黨為 侯友宜登門拜訪 黃世修今天還講說 我們三次突然去拜訪 很困擾郭台銘 郭台銘不要忘記 郭台銘也有突然去突襲過 柯文哲大家記不記得 然後柯文哲還趕快趕回來 所以這個都是我覺得 我記得侯友宜 他是說他去拜訪之前 有幕僚有作業 但今天黃世修說 侯友宜這三次 都是臨時去他們家 一次是他郭台銘太累了 一次是說人在外面等等 我相信 總之是對郭台銘很傷的 我覺得不太妥了 這回答對郭台銘也不好 對侯友宜也不好 最後還要講 黃世修說兩個人再次見面 只是寒暈而已 請問此時這個階段 那麼重要 總統大選在前面 侯友宜跟郭台銘見面說 郭董寧最近過得好不好 還不錯喝完咖啡走了 怎麼可能 一定有政治內涵 所以這些話 藍營的支持者看不下去 會覺得說不用再去講這些空話了 侯友宜自己實力增強比較重要 國外之後更多的討論我們馬上回來 黃世修 這個郭台銘的發言人 他說 反正就是這樣子 9月中一定推連署的 會走下去 11月底呢 如果整合成功的話 他11月就不一定送劍嘛 所以彈性是很大的 這個戰略叫做且戰且走戰略 郭台銘說 讓他且戰且走 接下來民調會往上走 他有這個信心 有一位女神級的議員說了 現在確實服務處已經收到了 詢問連署的電話了 要幫忙連署 但這個議員說 我不是郭民董 我不是郭台銘的 不用靠我家 連署書架也曝光了 我們這兩天都有談到 這個昆玉兄 他說他幫宋楚瑜連署的時候 整個成本認真算下來 要真正完成一份 貼好身份證營運本的這個連署書 成本估計五六百塊 前期作業等等 二零一二年那時候差不多要這個價錢 對 然後現在派系是有說 現在要付 雖然一張也要一千塊 成本 不然 你說花蓮隊 半三個而已 頂頂 可能要兩千塊 結果 民調業者說 比街頭市調還不值錢 很誇張 這個部分民調機構 和民態透露 郭董的連署書列車 悄悄啟動 每份連署書委託價兩百多塊 比商業市調 比信用卡 業務還不值錢 所以現在多數受託的人 異性藍山 真的嗎 因為他們說業界這種商業民調 一份問卷是五百塊錢的 還不包括送給民眾受訪的小禮物 事後達標的獎金 郭董這樣很露氣 真的嗎 這是來商郭董的金 真的這個金額已經出來了 可是我覺得跟郭台銘談錢 真的是侮辱了郭台銘 誰能比得商他有錢 而且他這一次看起來 他跟上次真的有不太一樣 因為上次很多人覺得他動作很多 但最後失職 因為他的縮起了 所以很多大家以前 他認為說選機可以做這個做這個 他全部都沒有做 你這就沒有父爸爸的思維了 你知道父爸爸是為什麼有錢 他出去蜘蛛比較的 你不要以為說我很多我就會亂話 NO 所以你覺得這個可信度高不高 他的連署書委託價兩百多塊 我認為不會這麼低 我講實話 我沒有認為他 我看不起他這樣 我什麼資格 我也看不起人家 那我就講說 我說他這一次跟上次最大的不同是 他這一次確實是有些資源已經下去了 大家看得到的 憑得到的 他就知道說唯有機會拿到 跟上面不太一樣你知道嗎 所以我認為跟郭台銘談說 一份連署書要多少錢 對郭台銘現在來講 他如果真的要連署 拿到連署書比較重要 那後面都可以再講 這問題就回來了 就是說剛剛提到連署這件事情 老實講我認為會有熱心民眾 又願意 我只有2個3個5個 我認為這完全有可能 但是你說其他的 說我完全不跟你談錢 談運作 我就願意出錢 出人出利 出便當出一些東西 然後我就幫你做 我認為他就必須要有組織跟規劃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傳說 郭台銘去找公關公司 我講一個最實際 你說找20家 我認為還太少 因為很簡單 今天一個麻煩人 走在你面前說 我在幫郭董連署 你新聞前你敢給他嗎 你不敢 你找公關公司 他整體的操作 我有一套的制服 我有幹嘛的 你就會相信他 他會增加他的容易的程度 所以我覺得你說他今天放這些新聞 有沒有他實質上在思考運作的可能性 我認為有 20個公關公司 我各個縣市一家去負責 我這邊都在做 那這個東西只要讓大家信任說 你這個點是郭台銘他認可的 你的資料不會外洩 我認為他就有比較辦法去收到 可是回來我就講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 郭台銘他真正的問題是 他到處講說 人家都不跟他談 大家都在打壓他 大家都欺負他 大家都不罵賴清德 這是郭台銘自己說的 結果你會發現到 他每次講完這種話之後 隔天新聞就放出來 沒有啊 郭台銘哪一天 已經跟誰見了面 哪一天又跟誰聊過話 就算沒有他的誰誰誰 也都跟人家見過面 而且朱立倫今天有講 其實不只是透過聯聖文 去找他們郭家 還有幾個管道跟方法 但是不方便多說 對嘛 所以國民黨不是沒有做努力 過去大家都沒說好 你自己選起的人 擺一個姿態在那邊 你為什麼不去整合郭台銘 結果他說我三次到他家門口 不得其門而入 是啊 所以我就講就是 當郭台銘出來指控說 大家都不跟他談 大家都無視於他 逼得他要出來選 你看這幾天多熱鬧 原來大家都去他們家過 你知道嗎 你就會覺得 這就是很奇怪的一個地方 黃建廷本來負責溝通的嘛 通修理到多少 是啊 結果呢 信用也差點破產 也不是只有黃建廷而已 而且你講那個更有趣的 你知道 每一個跟郭董談過的 或者跟誰見過面 那出來都不好的 你知道嗎 而且更奇怪的是 你看郭友宜那天講 這個想法真的很有趣 連勝文馬上給我們生命 對啊 連勝文說沒關係 造成誤解我吞了 連勝文那才叫大愛 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什麼叫什麼叫做 我願意我承擔好了 承擔誤解的責任 那一般也說承擔一嘴 我沒有覺得那是我錯 但是既然你們覺得要 追根救援朱立倫 當初把郭台銘引這個 引進國民黨參加奇怪的 錢剛獨斷的初選 就是很大的問題 對啊 所以現在我認為老實講 連勝文他講說他承擔什麼什麼 誤解的責任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就是不管對錯怎樣 他也不再講 反正你覺得我就是晚輩 他就全扛 可是我就回來看 國台國民黨跟郭台銘見完面之後 你覺得有好下場嗎 都沒有啦 大家都叫媽媽 你看那個不是講好都不講了嗎 時間地點不對啊 郭董翔講什麼就講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不是大家都說好啊 你怎麼都跟人家說出來 趙春山老師也衰 你知道嗎 現在好像他在學會亂講 你看他剛剛那個受訪那個 沒有 他也覺得沒人前面 明明就是我跟你說的 你跟我說的 後面都反擊我們下去 你說柯文哲這邊是不是也是一樣 那為什麼同樣 他們唯一只有一個共同點 都是跟郭台銘見了面 今天國民黨跟柯文跟民眾黨 為什麼今天被郭台銘綁著緊緊 因為他們後面都有一個東西叫政黨 大家都這樣 眼睛在自己看 看你要摸什麼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隨心所欲說 我想幹嘛就幹嘛 我想做什麼就沒有 所以你覺得他們有這個互信之路就談嗎 可以兩兩談嗎 你們現在光看這一個 看看這個畫面 郭台銘一直說要跟人家見面對不對 我們講就算恐怖情人好了 你每天在樓下家裡等人家 看到人家出來你是不是會贏上去 你有看過那個 我在樓下等你都來 頭死過去 沒有 還要等他你過來 我來了 我來了 所以不舒服就對了 不是那就很奇怪 然後我致詞的時候 你一直在給我台灣阿明一定贏 是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那都還好 你知道嗎 問題是我在台上說 我們也都有聽過演講睡著的經驗 你什麼時候會醒來 就是講完話 大家鼓掌你就醒了 你現在你表達 你一直想跟柯文哲見面 跟他聊天 跟他喝奶茶喝咖啡 結果人家在台上 你頭頭要坐這樣 沒人看 人家講完了 你還要等人下來 你跟你拍拍 郭台銘說 站起來這樣好像 但是吳子佳預言 他說郭台銘跟柯文哲 選到後來會只剩下 春廟湯去而已 因為他們沒有組織 選到後來沒有組織 沒有領頭羊 地方領頭羊的時候 兩個都可以去拜 拜廟而已 連理長可能也找不到 那到這個時候 是不是兩個人會合起來 我先講 因為我聽國民黨的朋友講 是說有一些五黨級的里長 那一些其實是也有 郭台銘的人有下去 因為他有一些體系 確實他有透過一些朋友 在幫忙推 那包含要幫他辦廟口開獎 這都有人在殺 所以他是不是 沒辦法做大規模的組織 就廟口開獎 對 這是一種 我要跟柯文哲道歉 他不會只剩下里長 他還有堂口可以去 對 有人會到話 但我認為郭柯 最少到 我贊成剛剛益川兄說 最少在他連署這個階段 是沒機會做 你現在要坐下來談什麼 你剛剛那個柯文哲 看說接下來一兩個月 第一個你有沒有辦法提升民調 第二個你連署書幾份 當你足夠的民調足夠的連署 咱們再坐下來談 還有一個連署書 不是你說你收一百萬 就算一百萬 是啊 對不對 你要被驗證嘛 你不可以拿十個信號出來 說我裡面兩千萬 我知你 你看這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艱鉅的政治工程 全台灣總統選舉有過兩個不同政黨配的一個 唯一是2004年 連送配 這是連送配一個很關鍵是什麼 他們兩個人的 兩千年的兩個人的得票加起來是60% 阿扁只有39%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兩個人加起來是碾壓阿扁 可是你現在看 現在郭台銘跟柯文哲加起來 沒有贏過賴清德 要不然有小贏一點點 媒體島電子報最新的民調 大概是小贏一點點 就是賴清德是37.6% 那柯文哲加上這個郭台銘大概是38% 他贏一點點 就沒有把握碾壓 這時候柯文哲要想一件事 我跟你合完之後 如果沒有把握贏 那到最後 雖然我有什麼補助款那些東西 可是我在四年我再出來選 我有正當性嗎 因為大家會覺得你被賣掉了 你等於賣生氣 你這個黨還能夠存在嗎 所以我覺得 郭台銘 我就要想哦 我在想哦 如果我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要講百分之百分之八十把握贏的話 那我這樣子跟郭文哲一起下去 我為了來的政治路是什麼 但是我今天如果 我就在我單獨參選 上一次2020年民眾黨的部分區是拿到五席 他只有百分之十一點二二 但是以現在柯文哲的民調 大概都有二十趴左右 如果以他這樣講 他的部分區可能可以多到十席 甚至十三到十五 他就可以在立法院 他變成是一個政團 甚至他們可能可以爭取立法院副院長 那這個時候 柯文哲他未來二零二八年的總統之路 他還有希望 因為他有機會 因為你這個等於是把整個黨賣給了郭台銘 那你的政治 你的這個政黨的價值何在 所以這個是柯文哲他也必須要去思考 還有一個問題是 當時連宋這兩個人 他們都是沒有政治後路了 沒有去選總統 連戰副總統退休了 沒事幹 當時宋楚瑜省長下來沒事幹 他們沒有後路 退無可退 只能夠往前走 問題是現在這幾個人都有退路啊 侯友宜如果沒有選上幹嘛 回新北市當市長啊 郭台銘如果沒有選上幹嘛 去他的捷克古堡對不對 每天看盤對不對 那柯文哲呢 沒關係啊 我還是實質的民主黨黨主席啊 他如果有實習立委的話 對啊 所以三個人沒有合併的動力嘛 當時連宋為什麼沒有動力 所以你認為他們合不起來 很難啊 說一行難嘛 接下來的主戰場幾乎都在立委這邊了 我想請問一下阿川兄 吳子佳直接點破郭台銘 地方派系挺你是挺假的 都是在騙你的 為什麼 他說你只要看中張頭的民調就知道了 中張頭的民調 很多地方 郭台銘是低於10的耶 派系如果真的動起來 會是這樣的一個民調嗎 所以呢 郭台銘找了20家公關公司來推連署 因為現在國民黨籍的議長啊 地方人士啊已經不敢公開幫忙了 在中部是不是這樣一個狀況 這現在這三個人的組合叫做金白藍嘛 台語叫金白藍 金白藍 金白藍 那現在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什麼 地方派系表態民調也不會變高啦 地方派系都是最後關頭 所以五指甲這樣的解讀跟你的經驗不相吻合 很簡單嘛 你民調靠去做電論他們家 做電論他們家的人接著 請問總統你要支持誰 我當然支持郭台銘啊 主理人就靠去說 聽說人家靠去你們家 你們說你要支持郭台銘 你不是說要支持郭友宜 所以地方派系接著回來都不太敢說 因為這個不知道誰打來的電話 所以地方派系都撞去 退到第二線就好了嘛 好 現在還要找公關公司 我就建議創一個台灣阿民APP 還在找公關公司 台灣阿民APP 身分證掃描完 直接套印到連署書 印出來就完成了 重點是那一個資料庫就掌握住了 好 現在要找20公關公司 公關公司很多公司啊 我一兩可以開三公司 我總共三公司都去幫忙這條 我簽了一份之後 我就copy另外兩份 一次到三分去 然後我就領三份的錢 然後最後到了郭守正那裡 郭守正那裡 那都重複的啦 總共交了50份來 結果算一算只剩下10份 哇 沒問題 困難重重的 公關公司 公關公司是論見計從 那你說到底是哪一家先印到王毅川的 不知道啊 我第一個王毅川是最早前我這裡的 那人也說王毅川是最早前我這裡的 這煮麥布的耶 沒到我那郭守正都要回去了 所以不通通公關公司 郭台銘很多人要跟你詐騙 什麼一分兩千塊那都騙的 公關公司這也騙的 怕我 人最好 真的 我不會跟你騙 所以一分兩百差不多 那都網路的 那不用什麼錢啦 真的啦 你的APP創好就好了 這很簡單 他就發展AI機器人的能力 更何況是你這個簡單的APP 不是啦 郭守正你爸在選機 你跟他認真的 真的 你在創的AI 創的科技的 但這個做不出來 你是在做什麼接班人 沒辦法讓你接班 這個最好 你說這連署 連署的這個會過不過 我講幾個時辰 從九月十九號開始連署 我已經幫郭台銘把劇本都寫好 九月十九號開始連署 第一個禮拜到九月二十四號 連署已經達到二十五萬份 但是還沒有突破二十八萬九千份 拜託大家加油 九月三十號突破五十萬份 但是遇到了瓶頸 最後我們一定要衝到八十萬份 才有面子 所以在最後十一月二號 衝到了八十八萬份 然後呢就跟 柯文哲說 我們要不要合 這八十八萬分都是我這裡 通訊地址都有 我這裡都給你 我來做總統 你給我拿名 柯文哲你退到第二線 他時期算那個選舉補助館 我覺得他很認真算 選到政黨的一票五十塊 可以領四年總共兩百塊 一張票三十塊 兩百三十塊 郭台銘加柯文哲 如果拿到五百萬票 兩百三十塊乘以五百萬 是十一萬五千耶 十一億五千 十一億五千萬 十一億 十一億 我們納稅人要給他們十一億 十一億五千萬 都可以給柯文哲 民眾黨 郭台銘沒有在插這個 郭台銘說 你只要讓我選總統就好 這個東西就是 時期算上的 時期算上的 我算上的 真的有得力 對柯文哲來說 所以你覺得他們兩個核有機會 利益在那裡 非常有機會 而且郭台銘可以幫民眾黨的立委 助選 還可以幫民眾黨的立委 衝票 所以這看起來 核友宜真的會壓 核友真的會壓 你分析下來 為什麼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很怕 郭台銘 因為可能的錢 都要賺好 要賺好 搞不好錢 算得比較精準之後 嗯 搞不好他們真的會合在一起 分動 分動的爛青鐵 青鐵 我們就要注意了 這很費用 一天要變二十個行程了 國外之後更多討論 馬上回來 希望你看